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约了一个能喝一几班的博主 我进来之后有点害怕 所以说就特别带了咱们三个小伙伴 约的是在永康路和湘阳南路的路口 现在在等他来 坐在这边 等一下吧 手机上边收到了一个消息 上海市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这个天气出来的真的 我真的都是珍爱 你先介绍自己吧 我先介绍 对 你先介绍 不是女士优先吗 我不要 我是想等你介绍完 我要说我是今天致力于让牛小咖上头的索菲亚一斤半 大家好 这里是咖啡不叫人的牛小咖 今天我们就准备去找一些有意思的 咖啡和酒结合的这种特调咖啡 我是致力于让牛小咖今天一定要上头的索菲亚一斤半 咖啡喝一斤半不轻轻松松吗 你酒能喝一斤半吗 没有 今天主要是去几家比较有特色的 有酒类咖啡特调 然后我们今天更有特色的是要喝用中国白酒做的一些特调 所以就比较特别一点 我之前有听说过有用茅材做的dirty 我去年喝过一次 是吗 对 好喝的 今天我们会去三家不同的咖啡店 大家觉得喝到第几杯的时候牛小咖会上头呢 可以把数字打一半目上 等一下如果要是咖啡喝到一斤半的话可能就是第五杯嘛对不对 我每天就是五杯的量 好可以就用这种盲目的自信我们走吧 现在呢就去第一家shower对吧 就在前面 对他们其实就是那种洗澡风格的 他第一家店叫bass 第二家店叫shower 最后要喝的是这一杯 这个父亲的柠檬树 对 好 清爽你可以试试苹果或者是多云感情 我来多云感情 好的 nice 干净杯呢就主要会用到一个糖白的一个酒 那糖白的酒呢它本身就属于一种比较会比 偏那种果香的气的一个 平香型的一个白酒 然后我们还会用到一个枝子花去浸泡它 然后会带来一个比较就是清新的一个香气 那顶部呢还会用到一个我们自制的一个清凌姜糖 还有柠檬汁 口感会变得更加清新一点 然后顶部呢我们是会用到一个 哥伦比亚惠兰的一个冷脆 唾液已经开始很腻了 哇好 这个工作就交给索菲亚了 好的好的 你们小时候吃绿舌头吗 吃过绿舌头吗 这个 没有 书产好像南方比较多 我来搅了 我来搅了 搅了 哇 感觉不错 味怎么样 好清爽 而且就是这么闷的夏天 它里面那个姜的味道 其实是点亮了它整个的口感 就是果味很清爽 有一定的柠檬的酸度 它的这个酒香的味道 其实这个白酒是有一点菠萝香味的 它其实热带水果的味道 就融合在了这个姜糖和柠檬里面 所以整体是果味不充分的 如果要是对酒不是特别特别敏感的话 是不是喝不出来里边有酒 喝不出来 我还是很喜欢的这一杯 哇我的天哪 喝得出酒味吗 喝不出来 但是能闻到酒味 对它有一点点酒香透出来 你吃一口那个绿舌头试一下 跟你讲一个故事 你快 我上次吃的时候 然后跟我一起来的那个男生 跟我说绿舌头是中国男生的初吻 为什么 就好像广东那边特别流行 然后说他们初中男生 那个时候什么练习接吻的时候 都用绿舌头 他跟我讲的 我上次听他吃完之后 我吃不下去了 对 我就是要营造这样的效果 第二口我怎么下口 好喝 小姐 你是不是就喜欢这种客人 喝了之后 就沉浸在你的这个饮料里边了 像你刚眼皮在颤抖 我都会说 我每次都这样 好好好 真的 但是颤抖的有点太厉害了 实际见到我觉得有点震撼效果 你知道吗 下一家 是这个吗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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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唱唱 哎 你是什么时候 看开始看到牛小看我们的视频的 我是在美国的时候就看了 我就是看YouTube 你怎么一下子突然正经了一下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 我以为我到了商界互吹环节 就每次愣起来了 不 这小伙Instagram玩的可溜了 对 基本上全世界做咖啡的都知道这小伙的 别别别 说说说一下 别别别 真的真的 太射死了 到了这个第二家是吧 对 叫 甲 它这里有句上海话 咖啡喝法 而且其实上海话你说喝咖啡其实是吃咖啡 切咖啡 切咖啡 首先先点一个这个吴玉多巴胺 这个听起来这个名字很特别 不错吧 令人产生强烈的欲望以及快乐 那我再点一个这个寡断的热情 可以啊 绿豆味的暑假 你们的名字都起的蛮有意思的 我们先点三个好吧 对 这个地方是一个小的小天窗啊 这是什么 哦真的 小姐姐你的声音听起来好甜啊 谢谢 我经常看你们的视频 真的吗 我感谢感谢感谢 然后这个是吴玉多巴胺 它是有酒跟那个枇杷汁 然后青蹄汁的混合汁 一起高速搅拌的 哇 他们给你做的今天这个造型好好看 是吗 对对对 吴玉多巴胺 这一杯是 我特别喜欢这杯里面的那个枇杷汁的味道 它其实有一种比较含蓄的草本感 然后稍微有一点果味在 这杯里面的白酒味道其实是蛮明显的 而且是浓香型白酒的味道 这个是我们当时在喝的糖白酒酒的时候 其实能喝到很明显的甜感 然后还有一些那种热带水果的一些 那种风味物质在里面 然后就找了比较偏向于本土的一些食材 比如说像枇杷 然后像这些这种青葡萄 因为刚老师青葡萄的季节嘛 然后这些东西其实是很适合 可能衬都出这支酒的那种风味的 最后还做了一个就是高速搅拌 就是增加一个连结性 让它会变得更加顺滑 这方面是很绵密 对 就是酒的香味会更浓郁一点 而且它奶奶的绵绵的 这是最重要的 它高速搅拌这种绵密的感觉 其实像他说的 把材料的风味连接起来 这个叫 上面这个叫什么 他说这个喝到一半再 三脚膏 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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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泡感很足 准备去下一家 拜拜 中午一起过来吃个饭 前几天有推出那个 不让我吃 有个开店三个字 有个分类里面 哇 它这个美式咖啡照片拍得也太好看了吧 点一个这个果香的吧 吃饭了一下吧 如果要是青麦拿铁的话 那它应该是有加那个热带的糖浆或者是什么的吗 来 喝喝看 喝喝看 椰奶 椰奶 椰子味道很重 椰奶 椰子味道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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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椰汁 厚椰汁 厚椰汁也来吃 辣椰 小番茄 那个是酸奶油 这两个可以夹在中间一起吃 这个是来脏子吃的 不错不错 小番茄见什么之前我们铁链中就开始了不是不错 我们索贝亚来的我们的剪辑是太紧了 这个来下半场要开始了 好好好 下半场 不要拍我补装 为什么补装这个镜头要变成正式的镜头 下半场 你们累不累 不累 主要是跟你们俩去看电影我就不累 不要这样子 人气 人气麻麻 你们有没有算过自己一天喝咖啡喝的最多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喝对我没有影响 你知道吗 真假的 一天可能就直接ventee的冷却就要喝个400 哇 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咖啡因对我没有太大的影响 感觉就是像喝水一样 那你的量估计比我还要多呢 咖啡吗 真的 对 可以点一个停云 然后呢再点一个再炎热和异域的夏天无法停止 做变形了 我先来了 做了事情了 做了事情了 我这两天老喝了这杯 我觉得这杯很 我 哈哈哈哈 他是不是每天都来 哎呀不要不要 每天来带不一样的小哥哥 他昨天来是不是带了另外一个 哈哈哈哈 嗯 这杯真的太好喝了 这杯它整体的茶感非常的浓郁 但是它那种茶的淡芽里面呢 它透出来的是那种清爽的果香 它会有糖白里面的那种菠萝感 然后有那种柑橘感 就这样的清爽 这边的这个鸡底液呢 我们试用真山小种加牛奶 加淋淋香豆 加一系列的香料 然后先煮成一个奶茶 然后呢 随后袋里面加入棕色可可利口酒 增加一些可可的感觉 还有一些香甜的感觉 最后用凤梨醋和柠檬枝去澄清 澄清好了之后 得到一个透明的液体 再用椰子油去油洗 会增加一些椰子的香气 它喝上去呢 会更加的圆润和饱满 还有比较香甜 然后层次也很多 然后呢 这杯又搭配了一个 用洛神花冷脆的真山小种的茶 它整体的感受呢 这边是更加清爽的 比较偏酸 然后这边呢 是很饱满的 比较偏甜 然后呢 如果你喜欢喝这边的话 你就大口的喝这个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会觉得 喝到后面有一点力 就把这个茶倒进去 整体的风味全部都被改变掉 会变成一杯非常清爽的饮品 所以叫小镜分叉的花园 因为它是博尔赫斯的一本书 就是说你人生中做的每一个选择 都会影响未来的走向 对 所以才叫小镜分叉的花园 就是说可以用不一样的喝法来 就要先喝这个是吧 对先喝这个 哇 你刚才描述了之后 我觉得哇 你这个制作不准太复杂了吧 我的天哪 你本身来 对的 哇 这个太炎的这种感觉的味道 还有一点梅子这种感觉 嗯 哇 它里面那个豆味其实很重 零零香豆的那个味道 因为它用椰子油洗过 就椰子会让人觉得有点香甜感 很少有喝的这种感觉的 嗯 我要吃 终于逛到了最后的一家店对吧 今天喝了多少杯 十几二十杯了吧 就我觉得每家店其实都非常有自己的个性 而且其实他们给足了空间 让大家去寻找自己喜欢的口味 但我觉得创意是最值得赞扬的 因为他们做了很多 比如说风味的搭配啊 比如说咖啡和酒甚至茶的搭配 我们出来其实都是喝新鲜嘛 对 喝一种新鲜的创意 所以就是大家也可以多过来支持一下实体店 其实现在酒吧跟咖啡店的界限是越来越模糊的 咖啡店会用很多酒吧以前要用的技法 然后酒吧也会很多的像咖啡店去学习 其实说到底都是饮品或者都是风味的创新 而且现在都是早思一晚不如一步到位 就又喝咖啡又喝酒 就是越来越流行起来 你今天喝上头了吗 有一点 真的 真的有一点 真的有一点 那我成功了 我觉得你一点事都没有 不愧是一斤半 你可以下次跟我出来探店酒吧 大家如果想看 下次我们一起探店酒吧的 可以点个赞 投个B弹幕发一发 我现在先打个退堂鼓 都是喝风味 你在说什么 不是喝酒是喝风味 今天的状态是我在第一家的时候 我的状态非常亢奋 然后索菲亚呢 她是有一点点就是正常的节奏 喝到最后一家的时候 我已经有点烟了 她越来越兴奋了 书业有专攻 挺好的 下次再一起探店 好的 那今天的我们的咖啡和酒 这样结合的一种形式 我觉得就很有趣 希望大家点赞投币一键三连好不好 谢谢大家下回见 拜拜